3. 龍蝦 擁有迷幻的腳下功夫 可以用超快速的後側步創造三分投射機會 也可以用搖擺不定的變速歐洲步 傳說人群 探囊取物 更可以像戰鬥陀螺一樣 成為達拉斯 尚未凡 鑽得對方暈頭轉向 以上這些鬼滅腳步 就是達拉斯王牌 盧卡当取取在球场欺负对手的打手武器 就算没有在空中作业的体能 也没有一步把对手甩开的突破速度 仍是可以主宰联盟的超级巨星 但是1-3还有1-3高 马斯队的波老爷总是会端出一些好料 来让盧卡尝尝味道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 波总是有什么样的策略 让盧卡绞出27头重六的悲惨命中率 那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跳投离地仅有半块豆腐膏的盧卡 是如何创造出这样完全不受干扰的出手空间 看看这球先是越过第一个掩护点后 持续往前突破 接着一个后侧步 利用节奏变化及对方退后的惯性动作 创造出极大的出手空间 接着轻轻一变 用快速的one motion出手方式来完成投射 这轻轻的一变不是他真的跳不高 而是跳高跳快本来就不是他的优势 跟其他过去传统突motion的出手动作比起来 他没办法像Coby他们一样在对位下 快速起跳到最高点来摆脱对位干扰 因此他利用更快速的出手节奏 来把握自己创造出来的空间 看看这几球都一样 都是对对方来不及扑上来前 快速的把球送往篮筐 面对卢卡这招 大概只有斑马可以用他超乎常人的身材来硬解 看看卢卡跟平常一样 创造出空间后马上出手 但斑马就是可以用他可怕的身材来干扰出手 看看这个相对位置 就知道斑马的身材有多可怕 甚至还可以盖到卢卡的后侧部三分 但再说回来 坡总可不是只靠斑马才限制住卢卡的 因为场上就只有一个斑马 更可以说全世界就只有一个斑马 那坡总是如何让斑马以外的人来限制卢卡的后侧部呢 答案就是不要跳 但可不是字面上那么简单的不要跳 看看这几球都是Soul Han来盯防卢卡 不管卢卡是利用烙掩护 还是想要直接对位打掉 Soul Han都会不断利用小碎步 持续跟卢卡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让卢卡有机会利用节奏改变的方式 来创造彼此的空间 接着卢卡搜球转换成出手动作时 Soul Han马上手举高 小碎步往前靠上去 这是要抓准卢卡不会用力起他的出手方式 这样的防守选择就是要放弃去封煮打火锅 取而代之的是去干扰他的出手动作 看看这球Soul Han在绕过掩护后 不是直接用Hooder 而是快步往上压迫他的出手空间 马仕也是使用这样的方式 让卢卡在本场比赛外围仅有12头重二的三分命中率 那解决了外围投射的问题后 要怎么解决卢卡速度不快 却能在游七区内穿梭的脚步呢 看看全身上下都是假动作的卢卡 操弄防守是他得天独后的能力 不管在篮下还是在中距离的位置 他就是有各种方式把你骗离地板 只要你起跳 不是被卢卡买到犯规 就是会被他轻松闪过 看看这球 他点名到火箭的内线球员后 先是在外围用脚步的变化创造突破空间 接着在没有直接上篮机会的情况下搜球 做了第一次翻身的假动作 这瞬间 Landell忍住没跳 但当卢卡再做一次假动作后 Landell还是忍不住跳了起来 而卢卡就是在等你起飞 你一飞就是任由我宰哥了 那波总是要如何限制卢卡 在三分线内的威胁力呢 答案也是抓紧 但起跳只有半块豆腐糕的出手模式 看看这球 卢卡对位的是矮他一个头的Trey Jones 直接拿球突破杀到心脏地带 如果是传统德本后卫 杀到这个位置就是直接中距离跳投 跳到最高点直接吃掉比他矮的球员 但卢卡的惯性动作并不会直接起跳 而是会利用时间差 把你我之间的空间距离拉开 再做出快速的弯魔群跳投动作 那再回到Trey Jones的这个play 当卢卡切入时 Jones一直粘在身旁 当卢卡收球后他并没有完全起跳 接着让卢卡做完假动作 拉回来做出手动作时 Trey Jones没有起跳 而是持续靠近卢卡 干扰他的出手动作 再来这球 则是卢卡挡拆切入后遇到8楼的协防 8楼先是在免责区外维持良好的站位 用灵活的小碎步跟着左右飘忽的卢卡 判断出卢卡收球时的角度 限制他第一拍的出手机会 接着就是关键 当卢卡做出翻身跳投动作时 8楼有忍住没有往卢卡身上跳 并且往上靠近缩小彼此的空间 在跟卢卡身体对抗后 能维持良好的防守站位 成功干扰卢卡的出手动作 再来这次挡拆 后来卢卡遇到的是锋线球员Bersel 一路从三分线就开始持续黏着卢卡 在卢卡做出翻身动作时 一样维持一定的重心或随便浮起来 接着用脚步持续维持两者的空间与距离 直到最后才起跳干扰出手 接下来几球都是一样的概念 在卢卡挡拆启动后防守者绕过掩护 持续用脚步黏着卢卡 维持自己良好的重心 并且吸收卢卡的碰撞 减少因为碰撞而被制造出来的空间 接着让卢卡收球后不轻易起跳 持续用脚步靠近卢卡 压缩卢卡可以施展魔法的空间 最后再用干扰出手的方式来限制卢卡的破坏力 就算卢卡来到第一位启动 哪次团队也是维持一样的防守观念 就是维持对抗不起跳 以干扰出手动作为目标 来尝试降低卢卡的命中率 那最后就来一套完整版的马刺防守套餐 擋拆后先换防 维持小碎步持续跟着卢卡的重心变化 当卢卡切入后持续黏着 并用身体保持对抗性 一路把卢卡可以直接公然的路线封住 逼迫他收球 接着手举高 不下手不起跳 不让卢卡有机会买到犯规 当卢卡拿出熟悉的翻身动作后 不直接起跳 而是持续用脚步缩小彼此的空间 让卢卡把球交出去重打 接着让卢卡回到三分线外重新启动时 8楼维持良好的重心 不被刺探步轻易拉开距离 手举高 直到最后才起跳干扰卢卡的出手 这一系列就是博总送给卢卡的防守大餐 成功在这场比赛中 限制了卢卡的发挥 但再把话说回来 看看这个play 卢卡在这一球 一样是对到矮一个头的Jones 卢卡在被干扰出手的情况下 硬是打进插板两分球 看看这个振臂挥拳 明明看似简单两分球为何如此激动呢? 这个举动似乎就是在告诉对手 你再不跳啊 看我射死你的意思 所以回过头来说 博总的策略 确确实实影响了卢卡的攻击节奏 但卢卡自己手感不顺 也是命中力不佳的原因之一 下一次交手时 卢卡一定会有办法来因应这个招式 而这也是篮球永远看不腻的原因 两边要互相抓对方的弱点 并且见招拆招 期待下次两对交手时 融入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火花 那今天的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喜欢我的影片就别忘了 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掰